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第47节 再败刘备 曹操和袁绍在关渡玩命的时候 孙策也没闲着 他对袁术的残余势力 进行了如暴风一般的彻底扫大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种成绩来之过意 让他脑洞大开 竟然想偷袭许昌 挟持天子以令诸侯 从孙策的根据地江苏 到河南许昌 路途遥远 敌人密布 没有人能保证 能顺利抵达许昌 可是孙策觉得可以 他把主力集结到丹徒 准备向许昌进军 曹操恐慌了起来 如果孙策进攻许昌 他就要两线作战 这是兵家大计 郭家笑呵呵的安慰他说 我知道孙策的生辰拔字 他这个人有生之年 不可能来北方 当他决定来北方时 就是他的死期 曹操吃了一大惊 说真的假的 郭家仰头看天 不说话 曹操也就不多问了 几天之后传来了消息 孙策在单土打猎时 被仇家干掉了 曹操又吃了一大惊 然后就是大喜 他称赞郭家说 你小子 真是未卜先知啊 郭家正色道 你别高兴的太早 孙策一死 他弟弟孙权接班 这家伙可是你的克星啊 曹操说什么克星啊 我先克了他 他要趁孙策死掉 江东政局不稳时 要平定江东 荀玉不同意 他说第一 大军刚经历了一场战争 不宜千里奔袭 去打孙权 第二 袁绍还没死透呢 第三 人家还在办理丧事 你趁人家办丧事去打 这不符合道义啊 曹操同意这种看法 他非但不去打孙权了 反而以中央政府的名义 任命孙权为会计太守 孙权很高兴 声称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 曹操也很高兴 至少暂时能稳住江东 从而集中精力 去做别的事 公元201年春天 冰雪正在融化 曹操就迫不及待 开始了他下一步征程 他对幕僚们说 经过关渡一战 袁绍短时间内 已经没有能力挑战我们了 不如趁此机会 去解决荆州的刘表 刘表这人比袁绍还窝囊 打他的话亦如反掌 巡玉又不赞同 说谷语说要痛打落水狗 袁绍大败 不重离心 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平定河北 如果现在离开大本营远征留表 那么一旦袁绍收据于众 趁虚攻击中央 恐怕大事不妙啊 曹操一向对巡玉言听计从 而且觉得巡玉 痛打落水狗的思路很好啊 于是他制定了最终战略 彻底解决袁绍 光复河北 贾许此时又提出 如果倾尽全力解决河北 那就不能有后顾之忧 曹操莫名其妙 问到什么后顾之忧啊 哪还有后顾之忧啊 巡悠提醒他说 汝南呢 曹操更迷糊了 汝南怎么啦 许优气急败坏 哎呀曹阿满 刘备在汝南呢 曹操终于反应过来 一反应过来就哈哈大笑 说啊哈刘备呀 行 那就先把他解决了吧 关渡之战开始前 刘备就跑到了汝南 待在汝南县 趁着袁绍和曹操两个巨头打架 刘备积极发展自己 到了公元201年春天时 他手上已经有了3000多人 刘备在汝南县经常爬上城墙 向关渡方向眺望 然后又眺望许长 眺望了一会儿 不禁泪流满面 站在一旁的张飞就问了 大哥 你又哪儿不对劲了 关渝说 嗨 大哥哭才是正常的 刘备擦了擦眼泪说 我哭什么 我哭天子蒙臣 受人挟持 做臣子的心如刀脚啊 张飞说 那当初你为什么不待在许昌 跟董城联手对付曹操啊 刘备被问住了 忽然又哭起来 哎呦 袁绍和曹操那都不是好东西 我多希望他们都死了啊 几天之后 张飞急吼吼的跑来说 袁绍和曹操都没死 袁绍还亲自带兵来揍咱们了 刘备拍案而起 义愤天应道 两位贤弟 曹操这逆贼总跟咱们过不去 如今又来打咱们 你二人认为应当如何呀 张飞咬牙道 跟他拼了 关羽说 虽然他们人比咱们多 但是横的 怕不要命的 刘备安抚两人说 哎 刘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咱们还是投奔刘表吧 等有了实力 再来和曹操理论 张飞咆哮起来 哥呀 咱就不能打一场痛快的仗吗 总是这样跑来跑去 快憋死我了 刘备说 乖 你要听话 人处低谷时 要躲避一切锋芒 这是天理 快点 收拾细软 随我跑路去也 兄弟三人本想带着那三千士兵 一起逃亡 可是那三千士兵 未经多少训练 关羽和张飞集结他们的时候 他们磨磨蹭蹭 等曹操兵团抵达汝南县郊区时 这些士兵才集结起来十分之一 曹操派使者到城下招降 刘备大怒将使者斩首 众所周知 拿别人的生命表现自己的原则的人 那都不是什么好鸟 刘备斩杀了使者 就让集结起来的士兵爬上城墙防守 而他则和张飞关羽从后门悄悄的溜走了 当曹操兵团轻而易举的进入汝南县时 刘备三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和从前一样 刘备是加班加点的逃 一直逃入荆州 逃进了刘表的大本营 这才放心下来 刘表大摆宴席 请刘备吃饭 饭局上刘备对刘表说 哎呀 咱俩的关系可不一般呢 因为你是皇族之后 那我也是 刘表说 我可是有族谱的 那你那族谱呢 刘备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东奔西跑的 族谱丢了 刘表就呕了一声 刘备很尴尬 说你别不信我呀 你看咱俩相貌很相似 这不都特别像刘氏皇族的祖先们吗 刘表急忙摇头 对在场的人们说 你们来看看 我们俩长得像吗 钟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刘表身长八尺 翩翩君子 五官端正 刘备的五官子极为古怪 所以说俩人相像 那是睁着眼说瞎话 刘备很尴尬 就扯开了话题 对刘表说 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 可惜造化弄人 沦落至此 刘表不高兴了 什么叫沦落到此啊 这可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到了这 就等于有子多年后 回到了家乡 行脚僧回到了寺庙 既然你说你是皇族 那我暂且相信你 打这起 咱们就是兄弟了 我准备让你驻扎在新野 你看如何呀 刘备当时就激动了 他真想跳起来 抱住刘表的大腿呀 那新野是刘表的北大门 北面就是曹操的地盘 曹操要是打刘表 必然要从新野突破 刘备不喜欢曹操 确切的说 他害怕曹操 结果刘表偏偏让他再次面对曹操 同时 刘备敏锐的发现 新野距离刘表的老巢 襄阳很近 急行军的话一天就到 这摆明了是对刘备不放心 把他放在新野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他 刘表看出了刘备的不高兴 就先说了段虚话 说兄弟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是不想让你太过操劳 你看你操劳这么多年 操劳出啥来了 现在新野修身养性 时机成熟了 我自然会为你重任 刘备不语 刘表就说了真话 说你一定认为 我是把你当成棋子 去抵抗曹操的进攻 你想多了 天底下谁不知道 你这么多年就没打过几回胜仗 尤其是跟曹操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抵抗他呢 这种话可太伤人了 可是刘备就是有这样的优点 你怎么伤我的自尊 我都不介意 刘备只好郑重的感谢 他的兄弟刘表 对他的合理安排 他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 跑去新野 这一待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 曹操正为中央朝廷东征西讨 而刘备就在新野赏花喝酒 偶尔编织一下时尚草鞋 打发他那并不宝贵的光阴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曹操第四十八集 苍廷之战 静情说 越是逆境 越要乐观 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杜音山 制作与子如一 主播张胡子 本书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